这些都是临床上操作来的 那么到临床上去以后呢 实习的时候老师告诉你 一个一个你那个洞你备好了 然后呢你一看 或者老师告诉你说你这一个呢 做一个打扫电梯 然后冲天就可以了 你知道哦电梯 你就要相应的临床上具备的那些材料 来电 电梯 来电 第二个操作呢 就是要是这个安伏 安伏治疗 安伏治疗 安伏治疗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方这个牙 伸取 伸取的时候呢 这个牙呢 还有这个激发疼 就是凉热的时候它有疼痛 但是呢它没有这个 自发性的这个牙髓炎的症状 因此呢我们当做伸取来进行治疗 治疗但是呢你病人呢 激发疼它又疼 你给它 如果说你给它这一次完成 给它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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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上 结果如果说回去你拿不准啊 万要发生牙髓炎了 你已经充充了 病人的钱已经花了 啊 结果你给它治完了以后 回去病人反而出现 晚上疼的 半面脸疼的 睡不了觉 你想那个病人 他来一趟不容易 花了些钱 你大夫 你给他治疗了 他不就拿那个气 你想想他 他能不埋怨你吗 你怎么给我治疼了呢 你再告诉他 你说下一步再做随病治疗 多少几千块钱 那别人你想想那个事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缓一步 怎么办呢 安抚 先给它安抚一次 所谓安抚呢 就是我想给你暂时封上 我给这个牙 我给你暂时封上 封上观察它一周到两周 观察它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如果说病人说没有疼痛 这个时候呢 你再给它永久性充填 你把握性比较大了 在这段时间 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一个什么 自发性的疼痛 牙髓牙的症状 那病人安抚嘛 你没有给它永久充填 你自然要去它 一到两周要来复诊 那病人在来复诊的时候 他告诉你 你问他 他说我回去 疼得非常厉害 那这个时候再给病人解释呢 就说你这个牙病来呢 我想给你保神经呢 就给你观察 那出现疼了 那没有办法了 我给你去神经 这个牙没有治完呀 在治疗过程当中 这个呢 病人容易接受的 容易接受的 这个视线呢 也给他这么交代清楚 我安抚的目的呢 一个是疼 一个是不疼 如果疼 我怎么办 如果不疼 你下次来怎么办 病人呢 心里他就非常的清楚 这样一患纠纷呢 就避免了嘛 所以 立床上呢 有相当多的病号呢 我们会采用什么 安抚治疗 就是分两次来做 那么安抚怎么做呢 有这么两种办法 一个呢 就是说是 我们给他 放上一个丁香油小棉球 丁香油啊 以前我不知道 你们学的口腔课程里边 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名词 丁香油啊 对我们口腔来讲啊 是非常好的一种药物 啊 这个丁香油这个 正痛安抚问问呢 相当的对口腔 真是特效药 特效药 你想牙髓炎的症状 这些病人 你只要放开放 放一个丁香油上面 就立即就不疼了 非常好 啊 非常解决疼的一个一个一个药物 那么好多菜呢 你们刚刚说定氧膏啊 啊 这个呢 也需要 你那临床上好多菜 它调斑的时候也用到丁香油 丁香油对我们牙髓的这个神经的疼痛 牙齿的疼痛啊 它有特效可以说是 就是这一通作用非常好啊 那么我们用一个定氧膏 给它放一个小棉球 给它安抚 给它封起来 观察它一周 到两周啊 这个 教材养的抗生素呢 在临床上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抗生素 所谓我们临床上 这个抗生素呢 不应该是什么 我们药房买到的这种抗生素 啊 我们临床上的那个 药房买到的这个抗生素是什么 它是织剂 那一个药片 里边真正的抗生素的成分啊 极少 对不对 那大部分是添加剂 对吧 那么我们误会儿 我们在牙齿里边 用这个抗生素的药片 你也碎了 那么你放上一点 那里边的量口不见 所以呢 临床上用抗生素 所谓我们口腔 包括以后 你们学这个随病 要说是这个根管 封药要封抗生素 这种抗生素呢 应该是什么 纯品抗生素 纯品 那纯品 咱上哪那么纯品 那是国家严控的 除非是你通过关系 你通过这个药厂的关系 你自己偷了哪些点 连来 你在临床用 那肯定效果很好 但是呢 你做不到啊 咱也没必要 对付对付 所以说 这个抗生素 这个理论上讲是确实是抗生素嘛 那我们我们说不管是随病也好 取病也好 它都是细菌 咱也没抗生素肯定是特效 肯定是有用的 那不用讲 但是呢 你在临床上不要认为抗生素 我说你要偷骗子抗生素 我觉得你疗效做不到 效果不好 要纯品 你比方假小座 替小座 所有这些个抗生素的这些个药品 那应该是纯品 但是纯品你临床上 你绝对 都大夫来讲 你是不合法的 药房买到这些呢 我感觉呢 你是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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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不考虑它啊 你常常就不要 你没法用了啊 所以呢 我用个丁香油去连球封商 这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呢 就直接用丁香膏 我们知道丁香膏里边就有丁香油 它是氧化型一家丁香油 调拌起来的一个糊计啊 这个糊计呢 24小时能够全部凝固啊 那么它虽然很难凝 但是在坨叶当中 在有水分的情况下 它是能凝固的 能凝固的 另外丁香膏呢 你比方说在这个阴雨天 像今天这个下雨 空气湿非常的湿 在这种条件下丁香膏呢 它凝固的快 它凝固非常快 不是说非常快 它会凝固的 但是在干脑的环境中 它非常基本上不凝固 放上了一两天的问题 但是你放我们说放到这个洞里边 你把它封到一洞里边 把病人的漱口 回去有砖液 这在湿润的环境中 它会凝固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可以直接用它来封到窝洞里边 那么作为这个安抚作用来讲的话 它里边有丁香油 本身对押水就是一个安抚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来进行 暂风 观察一到两周 那么在你床上这两种办法的选择呢 第一种办法呢 我们知道 你里边放了一个丁香油小棉球 当病人附针来了以后呢 你必然你会要把这个 上面封的这个丁氧膏全部去掉 把底小棉球拿出来 拿后呢再电 增加一步电底的 电底的一个部署 对吧 操作麻烦一些 第二个呢 病人一周两周附针回来以后呢 这个丁氧膏已经凝固了 这个丁氧膏这个材料呢 凝固了以后 凝固了以后的这个硬度 完全可以达到这个 直接充填材料的聚焦的力量 所以第二种办法 做来了 有病人来了以后呢 你只需要 难道背牙的办法 用一个钻 把这个你风的这个丁氧膏 背出一个你需要的动型来 深一度 包括深一度 包括外形 你只要把它均匀地磨掉几层 直接永久充填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电 你把第一次 暂风的这个材料呢 电压膏呢 当成一个电底材料呢 直接永久充填 简单一点 那么在丁氧上我们怎么来选 你是放丁氧油呢 还是放这个 直接暂风呢 直接用电压膏呢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是 你比方说这个病人 这个疼痛呢 觉得吧 不太保险 就是比较严重 已经介于养水 区别人和区别人身权之间了 有可能的回子了 你可以放个丁氧油年车 如果说这个病人啊 疼痛没有那么具体 但是呢 病人的事儿比较多 我有担心 你就可以直接给他 第二个风上就可以了 安抚一次 这样呢 灵活一点 掌握 大不了呢 就是我们大夫 麻烦一点 或者是简单一点的问题 简单一点的问题 这两个呢 它收费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收费 不管你怎么操作 费用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间接盖随数 所谓间接盖随数 那相应的呢 一定是有一个什么 直接盖随数 要不它会出来一个间接盖随数 那么什么是间接盖随数呢 用具有消炎 和促进牙髓牙本质 修复反应的盖随剂 覆盖动力 促进卵化的牙本质再矿化 或者是什么呢 促进那个修复牙本质 保存全部健康的牙髓 这个方法 它是间接盖随数 那么这个间接盖随数 抛开概念不说 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 这个牙髓啊 还没有暴露 就没有这个暴露于口腔 当我们去腹之 去腹以后啊 去腹以后 这个窝囊里边呢 没有看见穿随点 没有看见穿随点 我们呢 又不想把这个牙髓 泡坏掉 这个时候呢 就用间接盖随数 间接盖随数 那么间接盖随数的 这些制剂 制剂 那一定是相当 对牙髓啊 有相当的一些作用的 明确的作用的 否则你这个间接盖随数 你当时垫底材料也交对不允许的 盖随的材料 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所以呢 间接盖随数呢 有它自己的一些的 各种厂家啊 各个公司啊 产了很多产品 效果非常好 能起到这个 我们治疗的作用 又非常方便 我们大夫的使用 这些材料的很多 像这个 我们教材上说的这个清氧化钙 当然它说了个制剂 制剂 那可以 如果说你以前呢 没有没有没有这些 很好的在厂家开发的产品 我们就有清氧化钙 我们说 刚才我说了一个丁香油 说我们口腔科的一个特效药 非常好 就是水口腔呢 就是再数不过的丁香油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清氧化钙 清氧化钙 清氧化钙 你看它 对于我们口腔来讲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各种物图 用途非常广泛 就是说是 很有好处的一个 一个清氧化钙 那么 但是我们这个 清氧化钙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无极物 对吧 它呢 它是一个粉子 一个粉子 当我们用这个 盐水把它调拌起来以后 它不好操作 散啊 非常散 非常散 颗粒非常散 操作呢 它不凝固 很难凝固 操作起来呢 你盖水把放到水 很难操作 但是呢 各种厂家 以它作为原料 生产出来的很多个产品 那就不一样了 疗效增强 操作性 可操作性非常强 你比方说 现在这个 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呆口 呆口 呆口 这一种材料 当然它里面还加了一些一个点防 对了 还有一种材料呢 我们口腔壳呢 就是刚才一个丁香油 一个芹花钙 一种氧化芯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点防 记住 熟悉这几种材料 这几种材料呢 都是我们口腔壳的 又便宜又好 用途的广泛 很好这些材料 用于取病 随病 跟研究病 各种疾病的治疗呢 离不开这几种普通的材料 这几种普通的材料呢 只不过呢 有些厂家呢 他把这几种材料呢 不同比例 或者是混合 混合以后呢 哎 疗效呢 大大能强 并且这个操作性呢 非常好 你看临床上常用的这个 氢化钙剂剂 剂剂呢 我们做这个盖髓呢 就是用什么的 因为我们临床现在常用的这个呆口 可操作性非常好 流动性非常好 盖髓效果呢 相当的好 我们可以用来 你们实验室的现在 以前呢 就是我呢 就配了一层青黄 在大家调调了以后 没法操作 现在实验室都花钱 都给你们 全部 你们现在都是用呆口的 实验室都配的 那个 说实话 我们都很浪费的 太可爱 很贵的 然后呢 你们为了你们学习呢 实验室都花钱给你们买了 就是 一支一支的 你们用完了就浪费了 这个 就配了一个 代口 另外 现在呢 从去年开始呢 厂家又有一种叫 i root i root 那个更贵 那个材料呢 它也是浅花盖的主要 它的那个可操作性 那种疗效更好 更好 非常好 再狂跑左右 那种材料呢 就是说是这个 临床上呢 现在就是不断的 每年都有很多的材料出现 这些材料呢 一旦出现呢 你们要 就和这几种办法 联系起来以后呢 要选用 选用 那种疗效 然后呢 大夫呢 就操作方便 那方法呢 就是说 你看啊 有这么两种 你那个 临床上 你发现这个取坏 来了以后 你首先判到它是 激性取还是慢性取 您和选择 我了解了 对于这个激性取 这个 允许你保留 少量的 暖化的压本质 可以说 在临床上 如果你判断 这个取坏啊 如果你把这个洞 洞里边的所有的 取坏的这个 压本质 用挖持也好 用慢剂也好 你把它彻底去净 一旦去净以后 你感觉呢 这个牙髓 一定会暴露的 暴露牙髓 这个时候呢 我宁愿保留一层 暖化的牙本质 我不去净 而不要把它去净了以后 就在漏水 那么你保留了 这层暖化的牙本质 但是一定要对这个 保留了这层暖化的牙本 进行处理 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再在这个 呃 谈这个牙髓保住保住保住 那么这个处理呢 实际上你这个教材上呢 他说直接就间接盖随了 在这个间接盖随之前 现在临床上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 体外再矿化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那个 非手术治疗的这个 再矿化疗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这个吉顾宁 非常好的采用了 吉顾宁 可以用这个多了福 临床这些临床上都是有的 在间接盖随之前 我们首先对这个 暖化的牙本质进行 再矿化处理 就使暖化的牙本质里边的 一个是杀芸 一个呢 促进了再矿化 也就是变硬 以防止这一部分 暖化的牙本质呢 当你上面充填完了 又在底下继续坏 那么做了这一步 再矿化处理完了以后 你再做间接盖随 再做间接盖随 这样呢 那个效果呢 就会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等间接盖随完了以后 没有问题 你给它永久充填 永久充填 这个一个区块 如果说你做这一步的话 这个病人 你告诉他 你要他观察时间长 因为他需要 间接盖随完了以后 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你告诉病人 你观察他一到三个月呢 病人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为了保护他的牙齿 但是呢 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的话 你让病人在一个三 一到三个月再跑了 病人可能他会不愿意 不愿意 但过上的一到两周 还是可以的 那么你可以告诉病人 你说过上一到两周 你来 以后呢 如果说随时出现了个严重的表现 严实严重的表现 你随时再来 我再给你治 那也可 交代一句就可以了 不一定 非得坚持 教材上说一到三个月 你非要坚持 你三个月不来 我就不给你治 那没必要 你三个月再来 病人一般你来说 他不太愿意 对于这个慢性去路过说 有穿回的可能的时候 你也可以给他保护 这个少量的压本质 处理呢 是一样的 要保留的这种 暖化的压本质呢 一定要采取 书本上还没有说的 再控化的这个步骤 加好这么一步 加好这么一步以后呢 就是防止 这个暖化的压本质里边的细菌 或者是暖化压本质 以后再继续换 继续继续防护他的破坏作用 加好这么一步 然后再占一下盖水 占一下盖水 那么 慢性去这个时候呢 你给他 修复的时间呢 可能要长一些 就是半年左右 二半年 修复性压本质的形成 压本质也算是一种骨头吧 所以说 修复的时间呢 有比较长 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 等着他这个 冻底 这个暖化压本质 底下的随壁随这个地方呢 有随枪的那一侧 有修复性压本质形成以后 我们再给他 这个时候呢 也是有两种办法 一个呢 你给他去除 那个原来你保留的 暖化压本质 用就充填 或者是你保留那一部分 因为我们前期不是处理了吗 给他矿泡了 保留直接 给他围出一个动性来 直接充填 都可以 这个是没什么原谅性问题的 而言之呢 这个间接盖随数 间接盖随数 在以前的临床上 没有很好的被重视 那么这个间接盖随数呢 可以保护大量的病人的这个 化压 和压水 对于病人的 对于病人来讲呢 是非常有利的一种办法 以前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临床上 现在呢 越来越重视间接盖随数 在口腔临床上应用的 充分体现了一个什么呢 微创的原则 微创 发展趋势 但是口腔 确实是现在是一个大变革时代 在这个时代呢 就是什么呢 往微创的方向发展 以后呢 会越来越发展 手段会越来越多 你们以后肯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去 而不是来了就给你破坏 那么以前你看像这样的牙齿 我觉得你去掉腹肢以后呢 你这个牙就漏水了 我们从我们大夫来讲 以前的有关联的 完全可以是吧 我给你打上麻药 直接给你去水 直接给你去水 那 在临床上呢 也不排除个别大夫呢 就为了这个利益 不能说纯为了利益 也为了少九分嘛 一些相当多的牙齿 来了以后呢 就给你去水 打上麻药就把水去给你去掉了 我们知道你取病率质量和随病率质量 它的价格差了好多好多呢 随病一直只几千块钱呢 这个几百块钱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病院的化痒 间接盖水素呢 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优势 它的这个临床上的那个那个 尤其是博恩 它现在有很多菜 那个出现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间接盖水上做大量的文章 来那个充分的保护病人的这个压制 这个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这个趋势 下一步估计 取病率 取病率 单纯从取病的治疗上讲的话 间接盖水素 直接盖水素 这是一个趋势 而不是随病治疗 上来就给你取随 这个观念呢 是不对的 如果说哪个大夫要是说 养生这么个习惯 你来了我就给你取随 来了我就给你麻药给你取随 你这个大夫呢 在时间久了以后呢 大家都知道了以后呢 肯定对你这个这个印象呢 就会出现问题了 他说你这个 这不对 不光是现在微创的那个时代不对 以前的时候你这样大夫的话 你很难去让人去信服 还是尽可能尽可能去补 这是这个 那么呢 这个表我们书上有 对吧 有没有 没了没有 有哈 这个表呢 他就把刚才 咱们这个 把刚才咱们这个讲的 他懂得了一下 懂得了一下 这个表格呢 你怎么去掌握这部分内容呢 不要背 背了没有意义 哈 这都是临床操作的东西 怎么怎么做呢 你呀 静下心来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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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哈 现在也不一定要 现在不一定要掌握 什么时候掌握呢 到临床实习以后 实际上实际不做这个的 到你们临床去实习 建了这么些病 建了一些那个浅区中区深区 并且处理个若干个病例呢 然后呢 你记得这个地方呢 还有这部分内容呢 返回头来以后 脑子里有那个治疗的精炼的 返回头来以后呢 把这个表格 一条一条的仔细的想 去和临床结合起来去考虑 然后呢 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呢 你真正理解啊 哦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一个选择 哦这个地方 需要这么 我可以这么处理 我可以那样处理 这样的话 你也就掌握了 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以后呢 临床上有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呢 你就有办法去做了 你就有办法去处理 要不会是脑子空白 这怎么弄 我不知道 你需要去这么来掌握这部分内容 另外除了这个 刚才我说的书本上这个表格 你这么去掌握以外呢 以后呢 它还会有发展 就是说不同的治疗办法 不同的材料 会不断地涌现出来 你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往里填充就可以了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但是呢 这部分内容你不能欠缺 你要不要的话 你治疗的办法是单一 你就是说你掌握的不行 虽然是理论性的东西 但是呢 需要和临床结合起来 反反复复这么 两三遍就掌握得很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只能是给你大家呢 说一说 第一个 极慢性渠 如果说 暖渠能够去净 是否能够去净 对于极慢性渠 你都可以去净的前提下 那你判断这个牙髓的状况 这个牙髓的状况判断 说实话 它没有科码标准 确实是很难的 那需要给你症状 给你的经验来判断 这个 如果说牙髓的状况正常 你判断这个牙髓啊 没什么问题 你就给它电底充填就可以了 给电底充填可以了 那至于说这个 是否需要电底呢 很清楚法国家要考虑到这个电底的目的 是达到一个最终的这个洞的底屏 就我们充填的需要 如果这个洞 你比方说一个洞 我已经底很平很好 那你电底这一位可以省略直接充填 就可以 这个可以 如果说这个牙髓出于一个充血状态 充血状态 虽然说你那个暖化的区别都去净了 这个时候 牙髓已经有一定的这个 严重的发展 这个时候 你首先给它进行安抚 安抚的时间呢 一到两年 一般来说一周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 病人太长以后 病人也不太容易 你就一周的时间 来了以后呢 给它 在 电 或者是木电 来进行充填 所以说这个电底呢 刚才说两种办法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电底呢 你说如果说我上了方 用第一次安抚这个定氧膏 我里边没有棉球 你直接把这个定氧膏呢 去掉一部分直接充填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认为 你这个定氧膏干燥以后的这个硬度 它的强度 足够可以支撑上面永久的充填 它就承受那个举业力了 这样你就不用再电了 直接用原来的去掉一部分电氧膏 直接永久充填 第二步的这个电底呢 你可以省略掉了 对于急性驱 如果说它这个 或者是慢性驱 如果说你这个卵化的牙本症呢 不能够去进 你去进了以后 必漏水无疑 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得根据牙髓的状况来进行判断 如果牙髓正常 你就间接盖髓 间接盖髓 直接在那里盖髓 那么间接盖髓呢 它的材料 要根据以后你们到临床上去 出现了 你们临床上聚 你所在的医院 你所在的那个地方呢 它有什么间接盖髓的材料 你就用什么 而不一定局限于刚才说的清阳化钙 清阳化钙 如果说你说在那个医院 如果说连清阳化钙你都没有 那你盖髓你就没法盖了 你只能用这样钢 没办法 那么用那个 现在临床上又不断流行很多的好材料 那个材料出来以后 你首先要把那个材料呢 归类 你归归类啊 它是制什么的材料 干什么的材料 主要功能是干什么 主要功能了解清楚 然后呢你看它的说明书 怎么操作 有什么注意事项 那一学就会了 结果就补充到你的知识里边去 然后呢 有归类了 你也知道怎么用了 然后你临床上来选用就可以了 来 间接盖水 这个间接盖水呢 就是现在 不像他们教材讲的那个清阳化钙 用它那些制剂 不要再用那个那个 清阳化钙垫上以后没法充填 然后呢 垫底充填 这个地方所谓的垫底充填 都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不是说非垫不可 灵活这些 如果说极星渠呢 那压水你判断它有问题 有问题 你可以安抚 啊 间接盖水 然后呢 再垫底充填 对于慢性区 这个 正常的情况下 压水正常的情况下呢 间接盖水 趋近暖化的压本质 啊 间接盖水 垫底充填 就不做多一点 就是这个 中间的处理过程呢 要长一点 长一点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对于慢性区这两个呢 可能呢 跟病人的沟通之间呢 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就这里边呢 有一个比较 比较 让病人呢 要充分理解你的意图 啊 和达到的效果 它的好处 不能因为这个呢 去纠纷那就没有意思了 啊 对于慢性区 这个充血的这个 患者呢 也是 用安抚的办法 我们说这个 以下一步 你下面 讲完飞去以后 你们讲随病的时候呢 你会讲到随病的时候呢 随病的初期 就是一个压水充血 我们说这个充血 你们学组织 组织血 压水 不 不光是压水啊 组织血都用这个 充血什么概念 就是还没有 颜细胞尽锐 对吧 只是出于一个 早期的一个充血状态 这个时候 还有两种发展 可能一个是 回去 好了 一个是进一步发展 坏了 对吧 所以对我们的治疗来讲呢 要尽可能叫它好 叫它回来 回来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 我们口腔以后的这个 你看这个文献的发展 以后的发展呢 在这一块 也就是这个充血状态 这个牙髓的治疗 牙髓并的 牙髓并的 牵扯到随并的处理了 随并的处理 如果你判断这个牙髓 还没有充血 早期的牙髓炎都可以 重血早期牙髓炎都可以 用什么 八项治疗 基因治疗 就有微注射的办法 通过驱动 直接注入一些抗炎因子 或者是能够减轻炎症 一些的治疾 然后注射到水墙里面 然后让它修复 这个时候呢 等于什么呢 牙髓就好了 这也就是 但是现在临床还远远走不到 只做到了一个 现在已经做到了间接盖水 直接盖水是可以的 牙髓切断是可以的 牙髓切断是可以的 但是你想完整的 牙髓保留跟水可以的 你想完整的保护牙髓 现在技术还做不到 但是呢 已经很多的 你查文献 已经大量的文献出现 它就在往这方面去发展研究 那个时候呢 它就根本不需要 觉得好多好的话 也不需要取水了 直接在 你发现来了以后 你把牙髓给你修复了 那显然是了不得 很好的 牙髓重血呢 它是一个过程 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在临床上 我们绝对是可以碰到的 因为那个病人 各种病人都可能来 来了以后呢 你根据它那个牙髓的状况 去遇到 遇到以后呢 现在我们没有那个手段 你说你非要给病人用那个 量子不下屎 我们一旦有那个手段 要及时的来用 不就行了吗 现在对于这个重血病人呢 我们只能是安抚 没有更好的药物去对它 对它进行干预 然后呢 将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呢 现在只能说是用安抚 安抚呢 我们可以用些什么呢 目前有的很好的制剂 来应用 能促进它那个 牙髓往好的方向回复 安抚完了以后呢 将一下盖髓 趋经复制 趋经暖驱 然后呢 再盖髓 趋经了以后呢 再盖髓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说有一个中间有一个 三到六个月 一个一个观察期间 这个期间是让修复性牙本质 形成的一个尸体 修复性牙本质 也就是说在随枪的这个 在随枪的这个这个 车牙本质细胞层 那个地方呢 它分泌牙本质机制 然后盖化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那么这个修复性牙本质 一旦形成 这个随枪相应的变小 但是呢 它上面的牙本质相应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第一次修复了以后 增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 暖去去掉 不要了 因为暖去的本身呢 它有可能会继续坏的 去掉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 这样 但是现在呢 你这个 你在临床这一步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 急死嘛 对吧 你用这个 为什么 它这个 我们不许 你修复牙本质 你回去慢慢涨了去 上面的这些牙本质 我们可以轮违地干预 也就是说 现在的体外矿化 就体外矿化的这个临床操作 完全可以有很好的一些药物 来实现了 来做到的 也就是说 体内的那个增生呢 就不再过多的去考虑了 用体外突进矿化的办法 来解决 迅速地把这个病治好了 但是呢 这无疑呢 它是一种选择 一种治疗办法 作为大夫来讲 你不同的牙齿 你有各种办法来处理 这显然是好的 这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掌握 应该到刚才我说的 不要被被没有意义 但是你不理解 对于对于整个 你学了取病 那个病名 所有的这个这个 前面理论的东西 你都掌握得很好 但是取病的治疗 实际上规矩来规矩去 就是这个表格 麻烦吗不麻烦 简单吗 并不简单 里边有很多种选择办法 就是标准的办法 那么怎么掌握呢 就是一定要 以后的某个时间 你们一定要发出来 把这个表格拿出来 当了有一定临床经验以后 在深刻的理解 在每一步的操作 它的意义 它的良效 它的方法 要把它很好的理解了 这一个 下面我们看跟面曲的 跟面曲呢 这是在新教材上的 刚加的 在前面讲 我也讲到了 跟面曲呢 就是说是 严根暴露老年人 严根暴露老年人 对 他的一个特点呢 我也讲到了 有时候是他呢 因为根面成层板状结构 压骨质成层板状结构 一坏呢 一层 一坏呢一层 压本质一坏脱落一层 一坏脱落一层 它不像压油质 压本质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渗透 它这个呢 一坏就是一圈 一层 一层一层的坏 所以呢 同样的呢 它会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窝洞的那个那个 驱动的不规则 驱动的不规则 也同样的呢 就在临床相应的造成 我们治疗上的困难 也就是说 你大夫 你补压水平太高 对于根面曲 目前来说 你绝对都不敢说 我给你补了 肯定有问题不了 或者是补了以后不坏 你别像这个保证 因为它这个病的特点摆在那里 这个病的治疗方法 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 一个材料 很好的技术 所以呢 目前来说呢 都是这样 韩国内外都一样 另外这个 根面曲呢 这个地方呢 注意病人呢 特别疼痛 疼痛非常剧烈 因为它这个地方 牙本质效果非常粗大 对于牙髓呢 隔得很近 非常 在磨削的时候呢 你不能叫病人忍着 那他忍不了 他疼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呢 你给他打麻药 打麻药以后啊 给病人进行治疗 对面曲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可以由这个 蟹状缺损发展而来 因为除了老年人以外 任何年龄段 还有只要这个病人 刷牙方式不对 主要原因了 然后呢 它可以造成蟹状缺损 这个蟹状缺损 你没有及时修复 如果在这个部位 恰巧在这个部位呢 有菌吧 在这个部位呢 有区损 那也可以形成一个 发展一个 隔面区 也就是说 你床上见到的蟹状缺损 不一定是一个 像我们主要的情况下 都是光滑的 都是这个 你刷牙吧 刷得很干净的一个面 实际上蟹状缺损 是可以发生区损的 一旦发生区损呢 这个地方 我们仍然可以叫做一个 更面区 更面区 目前更面区的治疗呢 没什么很好的办法 没什么好办法 你 对于一些个这个病人呢 你觉得那充填不好 或者说是他目前没有说是这个 坏很厉害 你可以用那个保守治疗的办法 给他再矿化 给病人解释清楚 我给你再矿化 骨也骨不住 我给你阻止他发展 阻止他发展 这是一个选择 那么呢 你对于相当做的病人呢 恐怕你也是留有余地 不要说你这我就给你摸了骨一些 你骨上又掉了 掉了它再来咬 你掉了再骨 这是实在没有办法 你可以用充填的办法 充填的办法 充填的办法呢 目前呢 你发的是 由于根面呀 它矿化度就比较什么呢 可以用波尔离子来充填 可不可以用波尔离子 波尔离子的粘接性比较好 波尔离子粘接性比较好 可以用波尔离子 用树枝充填 那个脱落率呢 远大于波尔离子 这个地方呢 在以前的时候 临床大夫哈 他非常那个 用什么用不用 用银工充填 你别说 这个银工啊 这个东西这个材料 确实有它的一些好处 虽然颜色不好看 现在你看一下 比如说你老年人的话 到临床来以后 你看到根面 还有大量的银工 铺这个银面 你看了虽然说 牙根黑的不好看 但是待了多少 几十年还没掉呢 银工这个 铺这个 也可以 说 银面区的质量呢 这么讲的话 就任何层上 任何的永久充填材料 你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但是呢 疗效呢 不管什么材料 你一定要告诉病人 这个确实不是我水平问题 是这个病毒问题 特殊性 它掉呀 掉了以后呢 你别怪我 我再给你补就是了 对吧 它特点在那里 对于银面区的掌握呢 你就说 你总体上理解呢 目前没有一个 没有一种特效的 就是针对银面区的 一个治疗办法 包括材料 反过来讲呢 就任何临床的材料 永久充填材料 都可以来进行 来治疗这个疾病 但是呢 同时呢 内核材料呢 都不是很完善 很牢固的 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 这是那个 我给你讲的 取病的这个内容 下一条课呢 这个李小言李大夫呢 给我们继续讲 后面的这个 废区性疾病 取病剩下的一个治疗 和这个 废区性疾病的内容 看看我讲这部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这个平时呢 就是说你们那个 这个理论上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随时可以 有什么个别的 你们可以到临床找好 为了更好 你们你要是要是想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好 那么另外呢 后面呢 还有大量的实验课 关于实验课 你也可以在这个 在实验课上 那问 问我 下面我们李大夫给我们讲 都可以 乱言之呢 就说是 作为你们来讲的 尽可能的 就说是 把这个书本上 目前书本上的这些的知识 理论性的东西 要 注重理解 注重理解 然后呢 就是把它尽可能全面的 装到你这个 任何一个这样 装到你脑子里去 多学点东西 多学点理论性的东西 那么以后呢 我们口腔问题是这样 你现在学了 以后不一定有用 说实话 你真是不一定 变化太快 就不断的在补充 但是话说来 你没有现在的这个理论储备 现在的这个教材上的东西 你以后反正要变 我不许 那错了 那以后你新的东西出来 它不可能是系统的 都是这一个 某个公司这一点出来 那也出来 你想把这03的东西积累 能随个全面的 你做不到 做不到 不可能的 所以呢 现在利用上学期间 把这些理论性的框架 显动出来 哪一部分换了 你把它替换新的行 因为说中生可能都要在学口腔的发展 没办法 他们国家呢 这些年呢 这些年已经发展的很快了 以前的时候 但是你不学在基本东西 你是没法子去更新的 就是就是以后就出现差距了 所以说呢 你们学这个教材呢 包括到临床上 到实验室去做的时候 很可能 我还是这样 这个教材呢 但是它不是那么弄的 就是非常的调理 非常的那个那个那个系统 你会发现呢 落干的矛盾 像冲突那些地方 那么这些冲突的地方呢 并不是那些不对 而实际上呢 就是就是在临床上呢 你会遇到这些矛盾冲突 那你有一个怎么选择的问题 我是选择 你比方说 我选择少毛压体组织 另外呢 还有一样的选择呢 我选择以后裹上不掉 对吧 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那么你以后呢 到临床上去做 怎么来 针对病人 针对你 你对那个梁氏的判断 来选择 往哪儿求写一些的问题 你想把这个矛盾 完全就在移植起来 不可能 因为它没有发达的那种阶段 你说有一种材料 这种材料 我用这种材料 能解决这种疾病 非常好 没有什么问题 一点问题不存在 没有 所以说呢 会出现一个矛盾 包括这个被动的方面 你会发现前后 有很多冲突的特径 冲突呢 你就拿冲突的理解 只是到时候 你有选择性的 出向性就可以了 就很好了 目前没有发展到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 包括区病的病因也这样 就是说你区病整体上来讲呢 就是一个 不是很清楚的疾病 包括病因 包括治疗 从理论到实践 到临床 统统的就是说是 没有一个 研究的非常透彻 所以会出现 这样呢 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这样 你学 学 难道现在已经 已经掌握 发展到的阶段来学 以后呢 不断的来更新 不断的完善 就这样做做大夫 看有什么问题吗 我会是用一个 その中文字解释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会想起来